想要真正的了生脱世 必须要了解佛法 成修佛法 释迦摩尼佛在世说法 就是要帮助众生了生脱世 学习佛法就是要了解佛法的毅力 并转烦恼为菩提 我们说佛陀的道理方法 释迦摩尼佛说了很多道理方法 所谓的三藏十二步 那这些道理方法都是 帮助我们怎么样去 可以了生脱世 学佛的目的就是了生脱世 那修学佛法呢 就是把这些道理方法 吸收消化成为自己的智慧 然后在面对人跟世的问题 引发烦恼的时候 可以就是说 懂得这些道理方法 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烦恼 就是说从烦恼里面 透过认识了解去发现 而可以觉悟 所谓的转烦恼为菩提 了生脱世就是教导我们在生活上 遇到各种境界 我们要认识 接受 并处理及化解 生活没有烦恼 内心很安定 很喜乐 这就是了生 面对死亡时 无有恐怖 心中无畏 这就是脱死 时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台南采访报道